英国脱欧进程一波三折 虽然欧盟有条件的同意 把脱欧期限从3月27号延后到4月12号 不过4月份也已经过了4天 距离脱欧期限也只剩下10天不到了 那英国至今还是没有办法回答 究竟要以怎么样的方式来脱欧 英国国会三次否决了首相特利沙梅的脱欧协议 而12个脱欧代替选项也全部惨遭辅决 来到昨天这场脱欧闹剧的主角 英国国会再次针对多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英国下议院昨天针对是否要举行脱欧指示性投票继续表决 然而投票结果以310张支持票 对310张反对票打成平手 这是英国下议院25年来第一次出现打平的局面 最终下议院议长罕见的投下关键性一票 议长投下的反对票意味着英国国会 不会再针对脱欧选项再进行指示性投票 另外英国下议院也以一票之差通过议案 要求首相特利沙梅延后脱欧期限 以避免英国在4月12号应脱欧 但英国要押后脱欧还要先取得欧盟的同意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放话 要求英国在4月12号前通过脱欧协议 否则欧盟不会再让英国脱欧期限短暂押后 与此同时 特利沙梅延放低姿态 与在野党领袖克格宾会面 希望可以结束英国脱欧的僵局 不过 他这出乎意料的大转变 却让所属的保守党议员大感不满